魏无线拿着升级版的风鞋盘兴冲冲地跑出来 姐姐 我成功了 你看 这版升级款的只是范围更广了 还没说完 就感觉外面姐姐动了 传送服 蓝战 蓝战扭头又跑到院子 就见到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人 单手服额 显然刚传送过来 有些不适应 蓝 嗯 则无君 无忧紧跟着出来 蓝少主 魏公子魏姑娘 蓝西尘有些奇怪 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魏无线一看就明白 蓝忘机没有跟他哥讲明白 看来事情很紧急 则无君 出什么事了 蓝战呢 而无忧看到蓝西尘 那瞬间就明白这是火烧云身不知处了 可是温若寒金生不是闭关狂魔吗 聂正风也还好好活着 怎么云身不知处又被烧了呢 魏公子 温绪带人火烧云身不知处 叔父命我带叔逃走 忘机塞给我一张福传 然后我就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到了这里 蓝西尘快速讲完事情经过 魏无线急了 蓝战有危险 姐姐我要去 和叶峰叶欣一起带人去云身不知处帮阿战 别急 阿战会没事的 无忧安慰魏无线 抬手一个灵力发了出去 去吧 我通知叶欣了 路上小心 他们在彩艺阵等你 姐姐 我走了说完遇见而去 蓝少主 先坐一会儿 等阿英消息 放心吧 会没事的蓝西尘点了点头 多谢魏姑娘了蓝西尘心里 不知有多感激无忧 不止因为他让魏无线前去救援蓝氏 还因为他曾赠给自己的欲绝帮了大忙 藏书阁的书众多 收拾起来也是费时费力 可是因为有了这块欲绝 挥手间全部收好了 现在看来 自己弟弟给的那张福传也是魏无线送给他的 让自己避免被追杀的危险 无忧与蓝西尘焦急地等待着 魏无线甩了两张传送符 直奔彩艺阵小少爷夜心等人已经到了 见到魏无线急忙上前行礼 上山快遇见直奔云深不知处 进了山门 温氏在到处放火 旧人随手拉住个人问清蓝忘机在哪 就急忙奔过去 蓝忘机正被温氏的人按住要打断腿 蓝湛一道剑气打了过去 温氏人被打飞了 魏无线闪身到蓝忘机身边 蓝湛你没事吧 魏无线急忙把蓝忘机扶起来 魏英你来了 抱歉 他很抱歉把魏英和阿姐牵扯进来 他知道把那张定位传送符给他割实 就把魏英和阿姐牵扯进来了 他也不想 可是当时能救蓝是和他兄长的只有阿姐和魏英了 现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阿姐和魏英 蓝湛你在说什么呢 换成我 难道你不来救我吗 魏无线不乐意了 绝对不会蓝忘机急忙保证 你是谁 敢管温氏的事 温旭一挥刀问道 温旭 你来蓝室 藏书阁烧了 人也杀了 威也立了 适可而止吧 温旭一看自己带来的人被杀了不少 碰到硬查了 想到自己前来指卫立位 如今任务完成了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手一挥撤 带着温氏人撤走了 魏无线主妇叶峰等人救助伤员 就和蓝忘机一起寻找蓝启仁和他父亲蓝启恒 清世里蓝氏宗主蓝启恒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三长老在枕脉 蓝启仁和一众长老面色沉重 魏无线拉着蓝忘机的手无声安慰着 蓝启恒被温氏长老一掌打在胸口 片刻后三长老看着众人摇摇头 忘机陪陪你父亲吧 蓝启仁声音有些发抖 忽然蓝忘机想起了什么舒服 子之蓝启仁顿时眼睛一亮三叔 可不可以三长老眼睛也是亮了子之吗 快正好治疗宗主的伤有其笑 蓝忘机感激地看着魏无线 魏英又救了自己父亲 蓝启仁也一脸感激地看着魏无线无线啊 太感谢你了 你救了蓝氏 救了我兄长 你是我蓝氏的恩人呐 一众长老也都激动不已 嗯 能帮到蓝湛就好了 魏无线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 终于到了晚上 从无忧的通讯玉佩 传来魏无线的声音 姐姐 我现在在云深不知处 温氏人已经走了 蓝湛没事 我们来得及时 云深伤亡不是很大 蓝湛在这里 蓝湛给 阿姐 兄长旺姬 你有没有受伤 父亲叔父如何 云深不知处如何 兄长放心 旺姬无事 叔父也无事 父亲重伤 但是有当初魏英送的子之 父亲已经无爱了 魏英带人来救援 云深不知处 伤亡不大 温宁姐弟也乔装前来帮忙救治伤者了 听完弟弟的话 蓝西辰一直提的心终于放下了 多谢魏公子 西辰敏感五内 通讯玉佩的光暗淡下去了 魏无线与蓝忘机要赶快去忙了 西辰谢魏姑娘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蓝西辰冲着吴忧 拱手伸伸一拜 吴忧急忙拖住他的手臂 不必客气 阿湛叫我一声阿姐 就是我弟弟 帮弟弟应该的 蓝少宗主坐一会儿 我去拿一些吃的 说完起身去厨房做了些吃的 两人简单吃了些东西 吴忧就让蓝西辰去蓝忘机当初的屋子去休息了 蓝忘机和魏无线 正在忙着整理云深不知处 有弟子来报 说是有两个人来找韩光君 两人出门一看 温宁 你怎么来了 魏 魏公子 温宁结结巴巴的 温情看不过去了 一巴掌拍上去 我来说 我们听到温氏弟子说 温绪攻打了云深不知处 就偷偷过来看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们虽然也是温氏人 但是温若韩表了又表的亲戚 快出温氏舞妇之外了 我们属于齐皇一脉 世代行医族内都是老弱妇孺 温氏做的恶可不代表是 我们做的温情怕他们误会 劈里啪啦一通解释 多谢温姑娘 多谢温宁 温宁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憨憨地笑了 有了温情的加入 伤员救治速度又快了 涅时涅正风听到了 大骂温若含混蛋 他到底想干什么 派聂明觉带人去蓝氏帮忙 就听到弟子禀报温氏来人说 要求各家嫡子前往温氏接收教话 教他奶奶个腿涅正风 拎着大刀就出去了 谁要教话老子的儿子 特么老子自己不会教吗 用得着你们教 老温呢 温氏弟子腿都软了 是 是 是二 二公 子说的 宗主我不 不知道滚 告诉温朝那兔崽子 我孽氏不用 想教我儿子 先领教 领教我的刀 是 是 是 连滚带爬的跑了 老温怎么回事 家里都乱套了 他不知道吗 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还真被涅正风猜着了 温若含闭关的练功房里 温若含昏迷着全身修为被废 被吊在空中 一个全身被黑雾裹着人正在研究阴帖 时不时地往阴帖里输入黑色的灵气 若是无忧在这里必定能认出 这是个魔修 温氏弟子也到其他世家通知了 其他家族因为畏惧温氏 都派自己嫡子前往教话司 到兰氏后 兰起人没让望线二人出去 自己亲自对温氏弟子说 姑苏兰氏宗主重伤 少宗主失踪 嫡系二公子伤重昏迷 你温氏想教话 老夫也是嫡子 老夫去 温朝听到弟子汇报啥 那个老头来 那到时候谁教话谁啊 大手一挥 算了 兰氏别来了 念氏 更别来了 念老头跟他老爹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惹急了把自己砍了咋办 说到他爹 有些怪怪的 不见人 只隔着门说是要一统天下 要他和他哥先给各个世家立个威 他哥就跑去打蓝氏去了 可真是够笨的 他只要把各个世家嫡系捏手里 还怕他们不就饭吗 温朝得意地想 蓝溪沉毛时便醒过来了 起身洗漱好出门 院内的小桌上摆好了早膳 很简单 两碗小米粥 两碟小菜 两提小包子 蓝少主醒了 过来用早膳把无忧微笑地对着蓝溪沉说 好 多谢魏姑娘 两人简单地用过早膳 坐在树下聊天蓝少主 温室怎么突然如此 据阿英说 连清堂会温若寒都没有出席 他怎么会下令要火烧云深不知处呢 这西尘也想不通总在修炼的人怎么会突然想称霸天下呢 那蓝少主有什么打算 等 蓝少主 那间屋子是个小书房 蓝少主若是闷了 可以去看看书 也可以在门外四处转转 这里温室是绝对不会来的 好 无忧和蓝溪沉偶尔一起下下棋 讨讨论一下修行问题 蓝西尘发现 无忧简直是个宝藏 好多修炼的问题 在他这里都迎刃而解 自己的修炼进步神速 此刻蓝西尘无比庆幸他的弟弟 给了他这张定位传送符 让他能待在无忧身边 而无忧则觉得 蓝西尘真是个温文尔雅的贵公子 与他在一块很舒心 他总是很照顾你的感受 怪不得稳居世家公子第一 人人称颂 就是有点太单纯了 怪不得前世被金光瑶坑完 被聂怀桑坑 虽然那也怪不得聂怀桑 主要是这人单纯得有点傻了 此时的无忧还不知道 修真界即将迎来一场大风暴 而引起这场风暴的人 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变故 不是这样的大风暴的人 都可以用来点赞